说12月5号深周14号顺利返航 一起落地的 还有在空间站结出来的水稻种子 都说咱中国人的种植技能点满了 这回啊社长是真信了 先在后看咱来了 为啥非要在太空种水稻 要说带种子上太空 这可一点不稀奇了 从1987年咱们就带了种子升空 2006年发射的实践八号卫星 更是专门搭载了416斤种子上田 可是啊 在空间站种出粮食 这在全世界都是头一份 这批水稻是7月29号 开始在太空站里用培养液种植的 这水稻在培养液里长得还挺博壮 由于没了重力的作用 水稻的形状比地面上的更松散 不过啊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 人在太空里会变高 但水稻就不同 高杆水稻几乎没什么变化 矮杆水稻反而更矮了 这些水稻的开花时间 也比地面上的更早 开花之后啊 经一完灌江期 水稻的倒壳闭合了 稻谷才能发育 稻谷发育成熟了才能数个 但太空水稻开花虽早 灌江期却更长了 而且啊 还有一些稻客根本就不闭合 让人担心 它们是不是根本结不出种子来 幸好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 很多稻客还是成功闭合了 到了9月21号 终于结出了稻穗 10月25号 稻穗已经饱满金黄了 把稻穗捡下来之后 又过了20天 水稻竟然还结出了二茶的种子 为啥中国人这么痴迷于 在太空种地呢 咱不光送种子上太空 还把室管里的小苗 蘑菇的君丝一股脑的 全往天上送 从1987年到现在 已经送上去4000多种了 光是从太空镀金回来 成为稳定品种的作物 就已经有200种 其实啊 不光中国人爱往太空运种子 每个照样在运 看看咱们积累的说果 就知道原因了 这200种作物 在地面上累计种植面积 达到了1.5亿亩 创造的经济效益 超过了2000亿 种子上了太空 摇身一变就能多赚钱了 这是智商税吗 哎 还真不是 太空里啊 有各种各样的宇宙射线 经过它们一召射 种子格外容易变异 当然 这些变异里啊 有好有坏 有些种子召射完 产量能增大 有的营岸成分能改变 还有的生长期 反而变长了 更有召完什么事都没有呢 把这些种子送回到地面 经过精细挑选 选出有优秀变异的那些 就有了优良品种了 比如 五元502小麦 就是太空育种的品种 比普通小麦产量高11% 抗汗和抗病虫害能力 也高了一个台阶 现在已经成了 全国种植第二广的 小麦品种 再比如 现在的大克草莓 有人统计过 北京市面上有30%的草莓 都是太空品种 要是指着 它们在地上自然变异 恐怕 一百年也没法 预出这么好的品种 营养价值高了 产量高了 用同样的耕地 就能养活更多的人了 咱们用世界7%的耕地 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 高产多种调 中国人啊都懂 经历过芯片 别人卡脖子 咱可太知道 自给自足的重要性了 在太空一种也就算了 为啥中国人 一定要在空间站种水稻呢 即使把空间站 搞立体种植 种满的水稻 也不过是110立方米的容量 水稻母产在900多间 空间站里啊 最多也就产了一两百间 要是用到地面 别说不够吃了 手下就得变成天价 谁吃得起啊 这么一算 确实划不来 但如果是宇航员 在天上种 在天上吃呢 有人算过 把一斤食物 从地面送的空间站 要花大概一半百斤 我们每年送好几波 宇航员上太空 如果能把每次 送食物的钱都省下来 就能多送一个人上去了 而且啊 空间站还只是我们 探索太空的一小步 将来我们还会去火星 去太阳系一半 如果把食物的钱省起来 不说别的 至少啊 可以多加一些燃料了 到那时啊 在太空种土豆 就不是幻想了 给你一瓶营养叶 你能种出一盘第三仙来 如果都能像我们 这次培育的水稻一样 把稻割完 还能继续长出二查稻 三查到 那在星际长途旅行啊 就不用再担心补给 真的能一路冲向星辰大海了 中国现在有了 世界第一大的空间站 有了世界一路的宇航员 如果有了最先进的 太空种植技术 还有什么能够阻挡 咱们对宇宙的向往呢 感谢收看X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